很多人都說日本就是香港人的鄉下 你以為自己很會吃日本食物嗎 日本食物永遠都這麼出奇不疑 你有見過五顏六色的拉麵嗎 你有吃過十八禁拉麵嗎 說到吃日本食物 又怎會少日本人最注重的禮儀 和食法呢 居酒屋的標準點菜次序 你又懂得嗎 針啤酒時要說甚麼 你又知道嗎 總之,你來到我們日本 你真會吃吧 無論你是會吃還是不會吃 我們都會用盡一切有趣生動的方法 找來過癮和有學生的嘉賓 和大家一起深度學習日本飲食文化 簡單來說,就是你越看越吃吃吧 日本你真會吃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嗎 真的… 就知道了… … 歡迎收看…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第一集的 日本美珍食食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嗎 謝謝… 畢竟是第一集 我們請來的嘉賓也是相當厲害的 他就是ViuTV宵夜節目的 男神中的男人 我覺得他做完嘉賓後 應該會取代主持的位置 你嗎… 他就是A.B.John 好,第二個 他就是一個好爸爸、好丈夫 岑家琪 岑家琪 歡迎我們這集的兩位嘉賓 包括嘉琪和BabyJohn 你好… 先生 先欣慰為敬,乾杯 不能走… 我們真的完全不知道在玩甚麼 不要緊 最初我看名單 我看見是你,我本來很安心 因為我知道你也熟日本文化 我打算跟你拍一對 誰知道一來就跟他們拍一對 我們坐得那麼高 對,原來我們分得有點不妥 分了,我現在是對票的 沒錯,你知道要欣賞甚麼嗎 甚麼?有獎金嗎 有獎金嗎… 就是總值15000元的參例 想讓我們節目比拼的嘉賓 當然不只答問題那麼簡單 每對嘉賓中的勝出者 都會獲得總值15000元 日式高級餐廳的餐飲禮券 到底這次又會是哪位嘉賓 可以拿走我們的獎品 認真嗎 對 你可以給我嗎 不是 很兄弟,認真 一人7.5元 可以嗎 可以… 其實不是很小玩的 我們喜歡玩的 我們喜歡認真玩 我們喜歡認真玩 我們喜歡認真玩的 就是純粹學術交流 是… 想不想知道怎樣玩 兩位我們會問一些 關於日本的飲食文化問題 有時會問一些動作題 創意題… 有動作題嗎 日本的動作題 日本的動作題 令我想起一些東西 答對就有100分 答錯就不夠分 若然那題真的很難 你會想問問有沒有牽涉 你可以向我們的智慧答應嗎 對,可以問我嗎 可以問你嗎 問我 你為何要這樣 問我 問我 我實在有意思 你弄出來的 不,我現在才發現他的頭 弄出來的 剛才我也看到 對,你的壽司很漂亮 吃吧 今天說壽司 我今天是壽司嗎 今天是那種壽司 對,想計劃嗎 聽得好… 可以… 我繼續說 可以… 但其實你知道我們這集 其實是差點拍不成的 為甚麼 因為以前日本壽司業 曾經面對過很大的難關 因為當時二戰沒有糧食 政府說不可以讓餐廳營業 打仗真的不好 真的不要打仗 因為沒有壽司吃 我們就沒有表現金錢 就拍不成這集 對,當時壽司師傅 都像我們這樣 所以千方百計 他們就改變自己的身分 就說我們不是做餐廳 我們現在是米飯加工業者 他不是直接賣壽司 就像交換一樣 就像我們拿一盒米 180米給他們 他們就要換壽司給你 換10個壽司 這麼有趣? 沈吉祥,別有那麼多問題 我們第一題還沒去 好,那來吧 第一題問問甚麼 你們突然間又這麼喜歡玩問題 我們現在想吹水 日本離生時代的時候 日本人為了延長魚肉的保存時間 把新鮮的魚肉放在米飯裡發酵 這就是壽司的初刑 當然了,但真的很臭 而這一天,在這個家庭裡 就發生了這樣的事 爸爸,不如你改變方法吧 你再這樣浪費米飯 我真的接受不了 臭小子 飯酸了、臭了就不能吃了 在古代 日本人不會吃醃過魚的米飯 只會當作是保存魚的配料 爸爸,你答應我 如果我把這些飯吃光 你以後就不要再做大浪費 我就把飯吃光給你看吧,爸爸 你真的要吃光嗎 我真的要吃光嗎 我想說剛才飯是臭的嗎 不臭 不是,你醃了魚的飯 它還不是壽司的 兄弟,你別嚇我 通常魚肉放多了 有甚麼可以吃 臭了一點,又鹹了一點 但也挺好吃的 很滿足 我明白 不是吧 真的做得很滿足 除了不再浪費米飯 就一步步地把負壽司改良 向現代我們吃到的壽司進發 他就是製作了千辛萬苦 在東京的隱世小店帶回來 在日本也不容易看到的負壽司 我看不出這是壽司 不是,我看不出這道菜是可以吃的 這是負壽司的原始形狀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吃了 來,1、2、3 我吃了 可以不吃嗎 你看,很噴 我認真,可以不吃嗎 我們是從日本專程帶回來的 我明白為何要給我們清酒 很噴 裡面的飯一瓶 你真的要嘗嘗才知道 認不出是飯 我不是很濃烈,真的很濃烈 你未必吃得到這些東西 因為我真的未必吃得到這些東西 你輕剪吧 輕剪吧 輕剪吧 敬重… 不要了,很棒 我猜它真的要送白飯 我要有白飯 我才可以這樣… 不,它可以送酒也行 夾一點 這個早期的壽司未成形 真正成形的時候 是壽司的那種跟現在不同 初期其實是熟壽司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吧 真的可以吃熟的壽司 在江湖年代最早期的壽司 就叫做熟壽司 而我找到最接近江湖年代的熟壽司 就是這款 我會親身試吃,然後告訴你它的味道 要把它拆掉 把這個醃製了 很足料 不止魚醃了 連飯也醃了,整塊都很鹹 好像經過了防腐劑處理的壽司 這真的跟我們第一條問題有關 像日本綜藝節目那種 酥仔… 酥仔… 好… 問題來了 就是早期的熟壽司 到底是甚麼 A就是上面煮熟的魚肉 B就是壽司上的魚肉經過熟成 而C就是壽司飯用傳統名火煮成 即柴火燒的,不是用電飯煲 D就是壽司飯裡沒有加醋 所以剛才問你有醋嗎 你不能回答 我偏向C或D 我談到男生 熟成的時候用不同的東西 譬如說曬鹹魚 你曬了食材,即使有蝦 食材就會變鹹了 因為熱量被太陽蒸發了 所以它就會濃味 純粹曬熟了,然後放進飯裡 就是熟成的方法 對,熟成只會曬熟,沒有其他 沒有,因為他只想到… 沒錯,只想到外鄉最厲害的就是曬鹹魚 我的方法就是因為熟成 所以… 沒錯… 還是說一句,你記得我們的交易 天然的方法 我們的交易… 即是分獎金那部分 你也要記得我的交易 一定 好… 我有懷疑過C是對的 因為A、B、C、D C的答案是最廢的 但多數這些永遠都是最廢的 就有機會是對的 它是以解釋一個答案去抵挽整個節目 不是… 不是… 我們是最合理的 而是我會… 如果你真心地說我這個是對的 我一定會馬上問你為甚麼 放心吧,我們看看BabyJohn 好,今天…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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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至少是我 你也懷疑 我沒有甚麼解釋 我們想看答案 這就證明了 答案就是B了 壽司上的魚肉經過熟成 其實它所說的經過熟成 就是用米、米醋和魚 拌在一起 然後最後熟成做的 好像夠醋 對 所以吃的時候… 為何剛才我不可以分享口感 吃起來很鹹和很酸 基本上要喝大量茶 是那塊肉… 即是上面那塊肉很鹹和很酸 整塊嗎 不,整塊 連塊飯也一樣 連塊飯也一樣 所以以前的壽司飯 好像是黃黃色,而不是白色 剛才是白色的 剛才是白色的,看片段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覺得奇怪 不要緊,我們一起呆一會 休息完再去看 你覺得沒有看片段嗎 對 好,繼續回到日本你珍惜食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嗎 剛才兩位答了一條問題 是BabyJohn那邊答對的 所以你這邊得到100分 你這邊繼續有0分 謝謝 即是不用公布了 問題也不用問了 可以問一下你們純粹好奇嗎 你們是否煮東西吃 剛才我私底下問過家琪 她說很厲害 你很厲害嗎 寶貝John呢 她說我不煮 她說我不煮 但我基本的東西 我說我不煮 不是,她很囂張 剛才她問我的飯莊 家琪,你煮東西吃嗎 都煮的 都煮的,少煮的 即是不懂 這樣吧,這樣吧 對,我不懂 日本食物有煮過嗎 即是手捲,很簡單的 有,最好煮壽司 我最好煮壽司 就是小時候很簡單 你馬上小聲了 那些手捲… 那些是否煮的 即是紫菜 紫菜鋪著 當然你要煮壽司飯 是 然後放完飯 你便放青瓜、黃瓜 然後卷起來 然後切一塊… 這叫飯卷嗎 紫菜飯卷 日本食物,如果要介紹 我便煮這個 煮飯卷 我自己煮的,很少煮壽司 因為怎樣煮都不會煮得好吃 我反而煮日本食物 我煮的是日本家常菜 真的很簡單 其實一句說完 所有日本菜 我覺得家常便飯的菜式 都是甜的 因為它一定是豉油味淋 對,一定是用醬油味淋 但我又很奇怪 你說日本菜,你煮過甚麼 例如煮前煮 他又煮… 滷了,滷了 滷了,滷了 滷了 你不懂的 我自己煮過甚麼 那些…叫做… 魚臉 魚臉 你不煮… 一煮,你是挑戰到最極致 流水麵…你說的是流水 你哪裡拿水回來 你別跟我說,你在浴缸裡煮 流水麵 甚麼都說 很累 你知道有些地方可以買玩具嗎 我知道 你不懂得玩 對,我挺怕以為你見樓上搭棚 不是 你拿搭棚,托了別人的竹子 然後放在浴缸裡,怎麼漏掉 所以那副菜式也挺漂亮的 它換過是綠色的 等一下… 綠色透明膠,然後自己倒水 對,我也試過煮日本飯 你會煮日本飯嗎 不,因為日本吃東西 對飯的要求很高 是怎樣煮的,告訴你 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專程請了達人的 是 酢酢酪酪酪酪酪 因為他有很多經驗 做這些壽司,特別是飯 所以他就會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邀請了他 他這樣算不算 叫做出一條方法 大家就可以… 對,你做到再說 厲害的人 我給他方法,你有所謂 你做到才行 來吧,我家裡開,來看影片 來到將近入黑的新宿 竟然讓我找到一間很棒 而且很傳統的壽司店 聽說裡面的大象很有名 在新宿沒有人認識他 所以我一會想問他一些 我對壽司店的疑問和歷史 最重要是他好像會傳授一些 關於壽司店的懶知識給我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我看來也要上去學習 待會見,再見 你們好,我是Hiloki 我做了壽司師傅42年 我跟大師傅學習的時候 他經常叫我跟多點魚、壽司米 多點靈魂上的交流 這樣才可以做出好壽司 大師傅還說自古以來 魚和米就像男和女一樣 我們壽司師傅就是優比特 只要找出最好的配搭 將它們結合就可以了 終於來到吃壽司的環節 我想說我們平時吃的壽司 這個款式稱之為騙壽司 其實壽司的種類一共有七款 在大江戶年代的時候 壽司的尺寸 其實跟現在的尺寸相差兩倍 我們現在說好像剛剛好 你想知道大江戶時代的壽司有多大 謝謝 我看見這個壽司也很害怕 這是拳頭壽司 問題就來了 為甚麼大江戶年代的厄壽司 要做到這麼大一隻 大江戶的厄壽司 很明顯是甚麼 很明顯是因為以前的物價低 就多給你吃 這麼大碗嗎 有這麼大碗嗎 他想塞住家裡放口 剛才那瓶… 這個真的有在日本拿回來 知道嗎 對,我覺得很奇怪 剛才看片段也不… 你們這次又不吃嗎 不用了 我們試過吧 我們真的嫌你們說得太多 你明白嗎 對 我先說一下主持人題 為何會弄得這麼大 選擇A是因為他覺得壽司越大 地位就越大 因為當時光是官人可以吃壽司 所以他們覺得壽司的大小 跟這個地位有關 是 而B就是壽司越大 表示師傅的能力越大 騙壽司其實最重要是技能之一 所以可以騙到又大 而且好吃不散的壽司 證明師傅的能力越高 而且有經驗 就是越大越厲害 對 C就是想他們快點吃飽 以前沒有那麼多位置 去招待客人 一東西摺成一塊 他們就可以快點走 快點有新客人 對 D就是因為魚山不可以保存過夜 所以當時的技術又有限 魚山不可以過夜的話 必須要當天處理 所以他們很想快點 把壽司馬上賣光 還有E就是兩位嘉賓說笑的事 對 好,你們覺得哪個選擇才是正確的 怎樣?又突然不玩問題 對,有問題是問題 完全不思考 完全不思考 真的只是死了 我覺得A和B不太相似 為甚麼 如果他們真的這樣想 就沒理由現在那些實施人變小 會變成現在這個尺寸 你想想,如果日本人這麼注重這件事 他為何突然改變 可能突然變小 平民化 可能會 但你說C會令客人周轉快點 我想這件事在香港才會這樣 日本大江戶年代不會周轉得那麼緊 為何要避免酒 不會吃三輪吧 對,為何要一夜吃飽 吃飽的酒吧 所以我覺得是D D這也是那年代最混合的 我告訴你,當時真的不夠位置 正確 我選C 是D 我選C 魚山也不夠位置放 但他說不夠位置 不夠位置,總之就是不夠位置 你試C,我試D 要錯也沒辦法 反正我們也會耐用 但你原本是打算D,對吧 我是打算D 其實我是打算D的 如果我這次要錯 我也是錯自己,我就不會怪他 但這樣說,我選C是因為他們 如果錯了,那我… 你就過來煎我們三輪吧 我就是BANG了,到我BANG了 不會的,沒事的 希望我贏 答案就是… 有魚食神的智利明言 有這麼大塊,弄這麼大塊 有這麼大塊,弄這麼大塊 盡快撿飽它們 之後就做下一輪的蟹人 是吧,你猜了 真的想不到… 雙人的想法… 我沒甚麼 不斷隨時 因為這個是… 但我猜不到那時候 那我現在吃哪個好呢 我也以為是這個 我還是有多少吃多少 我要開動 好,輸在前面 你以為那個年代不用賺錢嗎 要賺錢,但沒想過多人也會這樣 可能不夠多 那時候可能是新興 不,還有你想想一件事 其實是適合的 他們用這種方法也是賺錢 因為你看到飯比魚山大 你吃一塊飯就飽了 好像在煮的 等等… 你不可以用這塊給例子 我放在日本裏 放在日本裏 就是這麼說 這塊絕對不是那時候 大江戶的那塊是我的 好,我飽了 謝謝 先在這裡補一部分 現在是BabyJohn回答兩題 所以200分領先加期 過了…乾杯 都學到東西吧 暫時都學到… 學到… 今集完結前 我們找了一位非常厲害的專家 叫陳雲美女士 她是美籍華人 專門教如何進食的禮儀 她出了幾本書 就是教如何吃東西時的餐桌禮儀 她會教大家如何很有儀態 吃這個壽司 大家一起看看 陳雲美老師是著名的國際禮儀專家 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和多部著作 大家千萬別錯過了 堂說富過三代方之禮 我覺得我們要多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 所以我在2004年的時候 就開始寫禮儀書 因為我發現我在寫禮儀書的時候 我發覺每個禮儀背後 其實都是有科學理由的 所以我在2010年 我就多加強每個禮儀背後的科學理由 它其實讓你更好看更好心 啦 你可以cular身 Els地рам hei 印尊 大家 有 謝謝